高雄燈會重現藍寶石歌廳秀 白冰冰預告 當天質感會很好 高雄燈會上週六開幕 天天湧入大批遊客 據觀光局統計 今年吸引的人潮 較往年成長三成 而今年的壓軸重頭戲 在下週三閉幕當天 會由白冰冰跟賀一航主持 來重現高雄當年經典的 藍寶石歌廳秀 白冰冰昨天也現身燈會現場 預告當天精彩客棋 絕對很有質感 心埋 當天 宏吉一時的秀場藝人 葉啟田 劉浮柱 黃西田等人 也都會重現經典畫面 接力演出 在高雄燈的歌 歌手秀 明明姐今天在這裡 也很感激意外 講到當年到高雄跑秀 還是小小咖 現在是演藝界 說話有份量的大咖 當年在三四十年前吧 我來的時候 我是都唱第一個 我是小秀 阿啟都什麼大哥 什麼大姐 現在唱後面了 來去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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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出50萬拍行銷 MV當代言大使的冰冰姐說 看到高雄的改變而感動 啊 高雄對 以前大家都沒注意到 台北才是怕什麼 冰冰姐唱了這個 來去高雄短短幾天之內 現在就只有YouTube的點閱率 就80萬了 雖然是被罵了 還是覺得自己勇敢地 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支持的 沒有支持的 把我學會的 把我媽的 我總是 全台灣沒得這麼傻的人 像我今天來這裡是沒提錢的 冰冰姐也去朝聖一下 這組引起話題的蓮花花燈 心中有佛 就會覺得他真的是 菩薩在做的蓮花 當然咯 冰冰姐最後也到 厭世去大祭武藏廟 高雄大 富貴臉 我從我黑金美節 地方中心 高雄報導